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新亚洲 我是麦玉杰 首先我们来关心的是在俄罗斯有名工人 从屋顶垂降修外墙 结果没想到两条的保命绳 竟然是当场断裂 您可以看到事发当时垂降的主绳先断裂 工人被安全绳掉着在空中摆荡 不久之后连安全绳也都断了 导致他笔直的从五楼高摔向地面当场死亡 同时在下方拍摄工作状况 想不到正好拍到他的摔死过程 好 专家推测了可能是因为大楼的破损外墙 摩擦割断了绳索酿货 在加拿大的安大略省 深夜时分有一处街道上 民众募集有一列火车边着火边开 熊熊的烈焰从车厢直窜天际非常的害人 好 至于在美国的公路牌 则是发生了这个火烧车的意外 民众纷纷冲下车一起协助救出驾驶 铁轨上火光冲天 浓烟跟着窜起 而车辆还在不断移动 换个角度能清楚看见一辆火车开过去 后面的车厢几乎全都起火 厚重的黑衣恩直达天际 加拿大一辆火车载着铁路用的枕木 却意外起火 边开边烧 经过一个多小时火势才被扑灭 索性无人伤亡 当地消防局指出该辆列车没有运送危险物品 详细起火原因仍在调查中 而美国公路上则是发生一起火烧车意外 车辆疑似冲出围栏起火燃烧 路边的驾驶也纷纷停车冲过去救人 一开始人群打算拉开车门 但被围栏卡住 期间有人试图破窗 敲了几下还是敲不开 接着火势突然变大 众人吓得逃开 其中一人折返终于敲破玻璃 才终于合力将车内的驾驶平安救出 美国马里兰州 夜里则是金船民宅爆炸 接着被火海吞噬 大约出动100名消防队员 才控制住火事 有民众表示当时闻到瓦斯臭味 是否是瓦斯泄漏引发的意外 人在调查 所幸当时屋主一家正好外出 没有遇上这场大火 记得张一安组合报导 在中国大陆的南方近日暴雨不断 结果各地灾情频传 其中广东最为严重 广东的佛山市22号晚间8点40分左右 有一艘海船擦撞了九江大桥的防撞墩 船上总共有11名的船员 其中有7个人获救 4个人失联正在展开搜救 事故海船为一艘福州级海船 载运卷缸4907吨 由福建福州开往广东赫山 22号晚上9点多 行经九江大桥水域时 可能受西江洪水影响而操作失当 船体碰擦九江大桥防撞墩后 导致货舱进水 随后该船自行在蛋干周围抢滩坐潜 可能由于坐潜位置选择不当 而发生坐沉事故 好 根据调查呢 事故发生是因为连日的暴雨 发生了洪水 才会导致撞船事件 目前当局已经派出了300多人 搜救失踪者 已经展开了搜救工作 另外广东连日的暴雨 广东省的官方也宣布 这起洪水已经造成4个人死亡 还有10个人失联 总共有11万人疏散撤离 但是中国的气象预测提醒 近日各地的强降雨状况 还会持续到25号 接下来恐怕还会遭遇 一轮更大的暴雨袭击 就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 北京跟上海前两天 大陆方面展示了两次的 这个核打击能力 解放军海军公布的宣传片当中 这回出现的是核潜舰发射 巨浪2弹道飞弹的镜头 以及还包括了4艘的潜舰在内的山东舰 航母编队的模拟演训 非常的罕见 我们潜艇兵突然生于死 没有第三个选择 大陆海军为了纪念75周年 推出首支潜舰宣传片 以电影叙事的方式 展示潜艇官兵工作的艰巨危险 红蓝两军对抗中 红军潜艇在水下100公尺行动 蓝方则派出反潜机舰 利用声纳侦询接近卫生时 罕见呈现了潜艇发射巨浪2潜射导弹 这是解放军首次公开清晰版 潜射导弹的画面 虽然没有指名飞弹或潜舰类型 大陆官媒《环球时报》指出 这就是2019年首度公开展示的 巨浪2潜射弹道飞弹 射程7400公里 2015年部署在094A型核潜舰上 与陆基飞弹相比 它有较大机会 能在敌人首次打击中幸存 并进行二次打击 另外山东舰航母编队的水面舰艇 潜艇和航空连队首次完整公布 片中出现的水下力量 包括了三艘潜艇 和至少一艘战略核潜艇 命传前期驱逐舰 潜除侦察 一定要把它逼出来 近来大陆军方科学家声称 在下一代的核潜艇技术研发 取得重大突破 他们找到了以雷射进行高效率 超静音推进的方法 能产生近7万牛顿的推力 相当于一般商用喷射发动机 将在未来用作潜艇的驱动系统 使潜艇以超过音速的速度行进 而不产生会暴露位置的 机械杂讯震动 记者综合报道 包括美国长春藤民校在内的 各个大学发动的反游运动 现在已经遍地开花了 学生在校园当中扎营示威 好 这项运动之所以会引爆 主要是因为警察闯入了 哥伦比亚大学逮捕学生 但是下令学生要撤离校园的最后通牒 目前是在美东时间24号上午8点钟 至于美国总统拜登已经公开表态 他谴责这次的反游运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示威集会进入第七天 在警察进入校园逮捕学生后 情绪持续高涨 不只延伤到各大长春藤民校 反游学运可说是在美国遍地开花 我会在这边在相对 每个人都在相对 因为我们在相对 我们在相对人家的苦力 特别是在相对人家的苦力 哥伦比亚大学一开始在校园草地上扎营抗议 要求校方停职与以色列合作 但大拼几令竟然冲进校园 以非法入侵为由 逮捕将近50名学生 各大的警察学生冲突 获得美国其他顶尖大学师生力挺 其中包含哈佛耶鲁伯克莱等等 有大批学生在学校扎营 借此声援哥大学生的集会运动 对此美国纽约市长 谴责大学生反游行径 表示他支持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不能沦为仇恨言论 而美国总统拜登则是对反游抗议 与不了解巴勒斯坦情况的人 都予以谴责 美国民众指责政府双标 不断军援以色列 导致更多无辜的加萨民众死亡 在以哈冲突的最一开始 美国龙头企业主纷纷停止资助 美国顶尖大学 这些金主认为 学校没有谴责哈马斯 没有阻止学生反以色列的 示威游行事助长仇恨 而目前哥大与哈佛大学 宣布暂时关闭校园 希望能平息反游运动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24号到26号 受邀访问中国大陆三天 大陆的官方针对了布林肯访问表示 主要将会聚焦在五大目标 强调把重点放在台湾经贸科技 还有南海等等的议题上 阐明严正立场提出明确的要求 但是布林肯在行前 先发布了一份人权报告 谴责大陆迫害人权 因此外界解读显然是来者不善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登基前 向媒体挥挥手 他应邀访问大陆之行 备受关注 不过他访问前夕 美国国务院公布最新人权报告 强力谴责中共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包括香港 西藏以及新疆 大陆外交部对此严正警告美国 别对他国指手画脚 其中的说法内容充斥着政治谎言 和意识形态偏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中国的人权状况怎么样 中国人民最有发言权 除了布林肯抨击中国压迫人权之外 拜登更在选举教授活动中强调 会以关税手段对抗中国不公平贸易 布林肯上次访问北京是在2023年6月 他一年内第二度访路 是应大陆邀请 而大陆外交部美大司表示 对于布林肯此行主要聚焦五大目标 包括树立正确认知 加强对话 有效管控分歧 推进互利合作 以及共同承担大国责任 而中美核心中的核心一直都是台湾问题 新华社评论则指出 一个中国原则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的基石 央视则是称美方不能触碰 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红线 他本来就是要来选举的 重点是有一些话可能是讲了也不会报道 比如说 比如说菲律宾装中岛 我认为这个才是正式 除了美国将在菲律宾基地部署中岛 影响到大陆东海岸之外 澳英美联盟扩大 甚至邀请日本成为第二支柱 都显示美国在印太区域 积极部署第一岛链 围堵中国大陆的明显企图 尽管美国一再强调竞争不冲突 但拜登在大选前 强打抗中牌 拉选票显然是主要策略之一 记者综合报道 两岸之间近来 因为M503航线的争议 还有大陆的商务部认定 原产台湾进口的聚碳酸只存在清销 最高对台增收了22.4%的清销税 好 外界很担忧 这是ECFA早收清单 恐怕陆续会被取消的前兆 对此国台办说 主要是民进党增添了ECFA的不确定性 未来不排除会再进一步的限缩 另外针对了陆方 近日启动M503游西向东飞行的两条航线 恐怕会对金马航线不利 对此国台办再度表示 启动这条航线已经考虑过金门跟马祖的航空安全领域范围 当民航局19号宣布启用M503航线上的W122及W123 两条衔接线由西向东飞行 距离海峡中线更靠近 台湾国防不喊 这让台海局势更紧张 民航局则表示存在飞安风险 冲击最大的将是马祖和金门航班 对此国台办给出回应 这一次启用衔接航线由西向东运行 大陆方面已经充分考虑了金门马祖机场航线情况 保留了足够的安全间隔 也充分考虑了W12 W123衔接航线的运行空域环境 而在宣布起用M503的同一天 大陆商务部裁定台湾进口巨碳酸纸 请销大陆属实 最高增收22.4%的税率 在520赖清德就职前做出裁定 恐怕将是EFA早收清单被取消的警示灯 民进党当局为了一党之私 导致现今EFA的实施面临不确定性 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顽固的坚持台独立场 拒不悔改 我们支持有关部门依据相关规定 研究采取进一步措施 此次往您到来 赖清德的新内阁人士逐渐明朗 传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邱锤正兼陆委会主委 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将出任海基会董事长 外界分析两人均属于温和派 透露出赖清德正对北京释出善意 无论什么人担任台湾海基会的负责人 两会协商机制能否恢复 关键在于台湾当局是否承认 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 针对傅昆奇即将在4月26号附露出访 国台办表示欢迎 尤其马锡二会后陆方释出有望松绑 两岸观光的善意 国台办也表示会积极推动 纪人线配与北京采访报道 先前传出了美军有意要把存放在 东亚的军备库存改放在台湾 外界很担心台湾会因此变成 东亚的火药库 好 立委咨询国防部长邱国正 洽谈进度的时候邱国正说了重话 他认为好端端把国外的装备放在台湾 可能会引起政治跟两岸问题 美国不止爆出可能用密训乌克兰军队方式 密训台湾 传出还有一把存放在东亚的军备库存 改到台湾放置 外界质疑 难道是把台湾当成美国火药库 把台湾又更推向战争边缘 即将卸任的邱国正讲了大白话 我们提到这问题到现在也蛮英年了 有没有新的进度 是不是挺大 那好 但是为什么要把国外装备放到我们这边来 可能会引起政治方面或两岸之间这些问题 邱国正的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毕竟两岸态势紧绷之际 大陆海军发布影片修输山东舰航母编队 所次完整公开水面舰艇 潜艇和航空连队组成 警示意味相当浓厚 陆方不止大秀军是鸡肉 当我军展开汉光电脑兵推置器 大陆科学考察船向阳红六号也深深花脸外海 敏感时机引发关注 向阳红经常的话出现 我们也有应对的方法 有些科研材料就在掌握 是国际的一支持衡的来监控海面状况 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都可以掌握得住 如果有什么动作的话 我们会提前立即告知 除了战备监控台海局势 台湾想要脱离战争阴影 新政府若在中美之间取得平衡 绝对事故中关键 这点时间请真台北自贸道 英系的监委高永成调查 35年前的台独案约谈 当时只是个警察局小组长的侯友宜 侯友宜在24号上午这一天 到了监察院接受调查 他强调自己奉公守法 喊话检世过去不是为了制造对立 蓝军方面也质疑高永成约谈侯友宜 来让我们更好的养分 历史的过去 我已经很清楚地跟监委说得很明白了 当前一堆弊案 过去还有拉法医等一堆悬案 高永成不查 特别挑35年前的台独案 到底要查什么真相 你陈宗燕的案子 你不敢查 你不敢弹劾 只敢去追杀余正皇 只敢去追杀侯友宜 这个监察院 他只监察在野党 高永成这个做法 他就验证了 现在的监察院就是现政独留 蓝军质疑高永成故意向新政府表公献媚 否则如果35年前的台独案真的有问题 扁政府跟蔡政府执政为何统统不查 就想要跟组织表公争取下一个位置 因为他们任期后年的时候就到了 所以他可能再争取下一个位置 侯友宜先生是历经了蓝绿 他在阿扁时代他担任的警政署署长 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去查35年前的案子 那你是不是在打脸了扁政府 也打脸了英政府呢 在野党炮轰 如今监察院不但拍不了苍蝇 打不了老虎 就怕已经成为修理政敌的东厂机构 记者张又茨王志文台被采访报导 算算国内目前大约有7到8成的民众 是反对废除死刑的 但是没有想到 总统蔡英文在卸任之前 大法官竟然是突然召开了宪法辩论 来讨论死刑违宪 其中甚至还有大法官说 他们的理念为何要向民意妥协呢 在野党因此怒轰 难道大法官你是把自己当成上帝吗 不管民意只管高层的上义 过去三次视线 死刑都是核心核法 没想到总统大选后 选在蔡英文卸任前 突然宣布要辩论死刑是危险 而各界质疑 蔡英文提名的大法官只是走个过场 目的就是要废除死刑 蔡英文总统任内所提名的大法官 金正已决就是想要判出死刑违宪 跟全台2350万人的主流民意被套而驰 96.7%的被害者家属反对被死 七到八成的民众坚决反对被除死刑 但蔡英文清点大法官当庭这么讲 有冲突甚至是完全相反的情况之下 只要跟民意有关 就绝对要和民意来妥协 依旧民意 而舍弃大法官自己所认为的宪法价值 的权利 他的正义一直都没有被实现 现在的施法的这样子的一个天平 已经失衡 占大法官留学德国 引用欧洲人权说 但网友炸过头吗 你领中华民国公帑 你不顾中华民国民意 去顾欧洲民意吗 你滚好了 欧洲抽大马合法 你也要跟进吗 很香吗 你大法官价值难道就比较高尚了不起 可以漠视人民和民意吗 人民最大 那不听民意你听谁的人 你听蔡英文的 民意八成以上都反对被死刑 结果大法官 有几位要马上退休了 你是凭什么立场 你可以说他是危险 在党炮轰死刑该不该调整 即使欧洲国家 都是由行政和立法机关 修法讨论 凭什么在台湾 是由蔡英文提名的七位大法官 搞个视线就可以决定费死 我们还是坚决的主张 死刑规定是核心 至于是不是费死 应该由代表民意的立法机关 来做决定 那欧洲是费死 欧洲很多警察现场 就把那个嫌犯当场就击毙了 既然80% 甚至受害者家属 96%都反对费死 那你几个大法官 怎么可以这样单独的做决定 当美国 日本 新加坡都维持死刑 当全国超高民意反对费死 蔡总统提名的高知识分子 难道真的比较高级 可以嚣张凌驾全国民意 记者叶伟林 薛光好 SN小组 台北报道 为了解决台湾的缺电危机 国民党找来核能专家 呼吁推动修法 让核电厂能够研溢 对于核硕董作 童子贤也喊话 核能是绿能的盟友 针对这个部分 经济部长王美花 他似乎态度放软了 强调尊重各界的讨论 也会确保各核能电厂的安全运转 因应台湾绿能不足 加上碳排偏高 连赖清德日前的隔魁人选 核硕董作童子贤 都一改反核立场 喊话核能是绿能的盟友 如今民进党政府 对于核电的态度 似乎也开始放软 相关的法国要不要修改 核后端的处理 确实都需要社会的共识 我想目前经济部队 各个电厂 包括核能电厂的安全运转 一定都要确保 民进党过去拥抱废壳神主派 但绿能不稳定度高 阴天下雨光电无用 夏天无风风电没力 活力天然气发电 又违反世界潮流 国民党严拟体验 要让核电厂演绎 核一核二核三都演 核四经过专家评鉴 可以的话重启 核电如果不到30% 将来2050年 绝对不可能禁零的 就连外媒日经亚洲 也建议准总统赖金德 应该调整策略 重新思考核电 当然大家其实是可以 好好的理性的讨论 前提是负责任的面对 核安的问题 包括对于核废料的问题 我们不用一定是说 什么事情一定是绝对的 可以绝对的不行 安全的部分 其实我们已经做了 很多的改善 这个台电公开的资料 都可以查询到 那另外一般民众 可能比较担心的 就是核废料的一个处理 我们就比较美国的做法 我先把这些用过核燃料 放在电厂的干厨厂里面 那在40年的期间 如果有新的技术开发出来 这些用过核燃料 其实都可以再次拿来 做燃料 更有美国智库专家表示 台湾电力工艺 没跟上脚步 想要稳定供电 想法就得改变 也结取赖进的 能调整台湾的能源政策 记得先红黎智云 SR组台北报导 来看到从4月3号花莲地震之后 截至24号的上午 余震累计已经来到了1227起了 不少人担心还会有更大余震的发生 有专家特别比对了 73年前的纵谷地震 跟这一次的地震形态是非常类似的 专家则是分析 这回移动的叫做林顶断层 主震应该已经消化多数的能量 不过现在要担心的就是 其他的断层会被牵痛 再度爆发地震 Oh my God Oh my God 林顶断层来袭游泳池的睡也慌得泼出来 民众吓到尖叫出声 4月3日花莲地震余震 截至24日早上10点累计1227起 22日下午5点起 更是19小时内发生237起余震 林顶断层的余震 大概半年一年应该有 地震专家郭凯文推测 从4月3日至今 已经等同释放42颗原子弹的能量 应该差不多结束了 不过比对4月3日地震 和73年前的纵谷地震系列 非常相似 当时先发生了规模7.3的主震 接着同一日发生两起规模7.1余震 事隔一个月后再有规模7.3地震 恐怕这回也不排除规模7以上余震 规模变大次数变快的时候 那都有后面就会有可能 跟着一个来的大的地震 目前看起来是都往好的地方发展 中国地震台望中心研究员江海坤 也分析主震后90到365天 晚期强余震 几率能达到约13% 24日刚好是潮汐大潮时间 地球内部会有周期性应力 加上主震的发生 可能触发附近刺激断裂的活动 务必要胜防 这次剧烈地震 所以我们这次7.2的地震 大概已经把它大部分的能量释放掉了 所以这条断层来讲 在近期内会不会更大的 应该是不会 但是我刚才讲 我们怕的是 它动到了旁边的其他活动断层 中安大学地科系教授 严宏元则提出 余震从北边破完之后 往西边的能量被卡住了 应力均衡的情况下 西边力量开始破裂 依照花莲地震特性 不排除用规模5到6的地震释放掉 近期防震的准备 还是不可轻忽 这才能把YT特别报道 花莲的富凯饭店 在之前的密集狂震当中倒塌了 拆除工作也紧急开始 周围的店家被迫停业 影响到生计 另外学生则是重新恢复了上班上课 校医处也还在统计各校的灾损 面对连续不断的余震 民众的生活真的是更加困难 花莲昨日有发生6.3强震 后续密集的余震 造成富凯饭店的倒塌 危急公共安全 昨天并开始填土作业 经已夜工程后 经决定将原本填土6米高 直接填到8米后试拆 但富凯饭店并没有被贴红黄丹 地震后一栋栋的倒塌 到底还有多少危险建筑黑树尚未找到 富凯饭店附近许多店家被迫停业 市场生意大受影响 民众生活一再被打乱 昨日也紧急停班停课 而今天重新恢复上班上课 民众又是怎么想 异症不断 花莲各地陆续传出灾情 闻南村木瓜溪以侧的民宅后方地基崩落 土石从仁寿桥南侧 一路摊放到红青山庄 造成民众受损 4月3号正后尚未完全恢复 却又在御墙镇 民众生活越加胆战心惊 记者刘吉娇姚立强朱军奕 花莲报道 超强封面接力报道 气象主针对了彰化以北 有9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特报 一大早包含了台中彰化跟苗栗 都受到瞬间雨淡的袭击 在国道上能见度很差 另外呢 彰化的低洼处也出现了积雪的状况 至于在苗栗则是有陆树倒塌战道 气象主已经预告了 接下来周五又会有另外一波新的封面报道 到时候改吹西南风 中南部红到发紫 恐怕会致灾 大雨笼罩国道上惊人 雨是雨刷狂刷能见度超低 大雨袭击让彰化市区迪洼处一度水淹脚踝 上班族穿凉鞋涉水而过 大雨轰炸彰化以北九个县市 台中一早同样大雨打乱行程 小朋友上学撑着伞小心翼翼 麻原头西西水暴涨另外苗栗院里130线12公里处 更有直径30公分路数 因为大雨倒塌阻挡路面 超强封面报道一早苗栗就传出灾情 根据气象署资料 累计雨量前10名有7处都在苗栗 尤其后龙突破100毫米 竹南通宵雨室也不小 彰化以北九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曝 这样的剧烈天气还要持续到下周 特别是在26号也就是礼拜五这一天 受到封面的影响而且伴随比较强的西南风 可以看到其实在中南部地区的雨势 相对来说比其他地方来的更明显 封面接力报道伴随着累积强阵风 尤其27号吹起西南风 中南部雨势红道发紫 预计影响台湾到下周二 可能还有治灾危险 解决部综合报道 学习下广告就来看到 现在的测速照相机 不是只有橘子一根的样式 有民众拍下 还有跟灯感一样的保护色 驾驶人常常分不清楚 油门一催不小心开过去 就会被开单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就是爱助设计商 将复杂中华学问与专业设计知识 换为你我日常生活 在生活美学的领域里 打造屋主专属有的品味生活空间 让品味生活不再遥不可及 让每一个空间独一无二 将美学结合在一个完美的好地点 就是爱助设计家 带人实现家的梦想 角色 i know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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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回到现场我们来看到的是大陆的手机品牌小米推出电动车 上市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销单量已经超过7万了 最大的卖点叫做弹射起步加速 0到100公里只要2.78秒 而另外呢大陆的电车龙头比亚迪则是几下了特斯拉成为全国销售量第一 最新的仰望U9 0到100公里加速只要2秒钟 猛过顶级超跑 小米电动车苏七强势问鼎 主打CP值一台96万台币 号称好看好开又聪明 而这性能最吸引人 弹射起步瞬间加速 从时速0飙到100公里只要2.78秒 体验宛如飞行 而且续航多达800公里 充电只要15分钟 媲美顶级超跑的规格 现在小米电动车锁单量超过7万 上市不到一个月 销量已经紧进大陆电动车前10名 每隔76秒就有一台新车从这里开出来 小米苏七就是诞生在这里 一探小米北京超级工厂 机械化产线竟然只要76秒 就能造出一台新车 焊接 锚接 交接等作业 都是机械手臂自动运作 还有高达9100吨的大压筑模具 100秒就能做好一个汽车底板 而大陆电动车霸主比亚迪 靠着低价车款 2023年卖出302万辆 电动车市占率全球第一 最贵的仰望U9 来到747万台币 零百加速只要2秒 最便宜的琴Plus 一台只要台币大约34.7万 比亚迪的评价和性能 连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 亲眼看了都大赞 这个目的仰望 是高级别的车 有没有办法到台湾 很想要 好想要 洪秀柱参观大陆比亚迪车厂 知乎好想要 如果比亚迪进口 台湾可能也会掀起低价车潮 记者网绣报道 美国方面已经宣布要召回 特斯拉有将近4000台的电动皮卡了 这个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证实了 去年11月13号至今年4月4号生产 在美国上路的3878辆的Cybertruck 存在油门踏板可能会卡住 引发车辆意外加速的缺陷 这个缺陷可能会导致撞车的风险增加 特斯拉在今年第一季的销售 比去年同期下降今年的股价到现在已经下跌了 40%了 好我们来看到现在测速照相机不是只有直直一根的样式 这回是有民众拍下跟变电箱一起挂在高塔的上头 还有跟灯杆一样的保护色 驾驶人因此常常分不清楚油门一催不小心开过去就会被开单 也引发痛批难道政府是在抢钱吗 不像旧式的 走到大马路上抬头往上瞧 电线杆上有个架子 葫芦里究竟卖什么药 从背后看不出来 镜头来到正面 看似变电箱竟然是测速照相机 加一路草又路人傻眼 测出照相藏在天上谁看得到 而这只相机也未装很好 灯杆上头一只枝杆插出一台机器 仔细看居然也是测速相机 新北市三重的这台测速相机 保护色测速跟灯杆都吐灰色 不守路况的人直接中招 甚至还有人po网 这不明黑色杆子插在路边也是测速照相吗 虽然有网友提醒这可能不在台湾 但各种怪奇照相机用路人无所适从 大家看不到是有一点心机 既然要摆测出张 不要这样躲躲长长 拍到的机率高一点 可以赚更多钱 民众气氛不是没有原因 因为各地的测速照相机比军人还会卫装 之前在新店的快速道路 就有隔音墙上开动头拍 国道一号云林路段 便面像是便电翔 怎么翻个面就变成测速呢 各式各样的造型 驾驶人一不小心没注意就被啪啪啪 这些装置真的有合乎规定吗 固定式测速照相机取地设备 可能会因为当地地形道路设计等因素 一般道路应于100至300公尺前 高快速公路应于300至1000公尺前 设置测速取地标志 警方表示依照法规 在固定的测速照相机前 都会摆放告示牌 如果民众被牌 现场没放提信的告示 经过申诉后 是可依法撤掉罚单 但还是提醒大家 避免开罚 既然速慢行也能安全返家 记者杨中盛 杜一轩台北报道 高科技的诈骗手法真的是要小心了 因为透过街头实测 诈骗者只要利用一款高科技的戒指 碰一下被害人的手机 就能够在手机里头安装恶意软体 采集你的声音特征 然后再利用AI技术合成声音 装成是被害人的家属 以此来进行诈骗 看似普通街头采访 却会害得自己跟家人 落入诈骗陷阱 看全一般人贪小便宜 又礼物引诱被害人上钩 小小一枚戒指触碰手机 竟然就能安装上恶意软体 怎么样更改电话 打开这个软件 好 我不管输什么数字 你这边都会显示妈妈来电 这时候我们只需要配合 我们采集到的他妈妈的声音 我们就可以视频犯罪 早在聊天过程中 诈骗集团趁机录下音档截取声音 我把我的声音模拟成他妈妈的声音 喂 儿子 儿子 你爸从楼梯上摔下来了 我现在在医院 一旦取得人的声闻 利用AI要模拟人生诈骗 就真的轻而易举 当被害人上当后进行诈骗勒索 3C达人认为并非不可能 不过有破解方法 有一些手机它是可以去限制说 不明APP也可以去阻挡这种APP自动安装 可以跟亲友约好地点面交 以确定是不是亲友本人借款 以亲友设定通关密 确认是不是亲友本人 遇到有心人士行骗实在难防范 不过接到电话第一时间 与亲朋好友再三确认 才能避免成为诈骗集团的肥羊 在美国有一项新的研究预测了 全球气温上升跟声音现象的交互影响 可能会导致热带地区在今年的夏天 出现极端湿热的天气 2024年热带地区有68%的几率 打破现有的最高温记录 研究团队特别点名了 包含了太平洋 亚洲跟澳洲地区的民众 影响会最大 大太阳底下 街上民众纷纷打开洋散 手还不停扇风 去年全球气温创历史新高 今年同样热到不行 美国向新研究预测 今年有机会打破高温记录 研究指出2024年 热带地区全年平均最高失求温度 将达到26.2度 有68%的几率打破现有最高温记录 研究团队也向热带地区 包括太平洋 亚洲 澳洲地区的居民 发出警告 不止热带地区 2023年同样是欧洲有史以来 最热的一年 有11个月气温高于平均值 其中9月更是有史以来 最热的一个月 过去20年内 欧洲因为高温致死率增加30% 并逐年增加 然而许多国家不止热浪来袭 还伴随一连串的极端天气 大陆广东 4月中出现百年一遇洪水 亚洲光是去年就发生 79起跟水有关的天灾 夺走将近2000条人命 先前杜拜遭遇75年来 最强暴雨 降雨量平均落在100到200毫米之间 为在沙漠地区的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排水系统不佳 从卫星照片来看 到处都是一个个蓝色的积水区 气候危机是这一代人面临的最大挑战 呼吁各国最基本的就是要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记者综合报道 在日本京都的名胜清水寺的周边 发生了樱花树倾倒 结果压伤路人的意外 被压伤的是一名62岁的高中老师 他是从日本的三重县 带着学生到京都去玩 没有想到竟然被百年的樱花树 给砸到骨折 重伤送医 还好学生们没有受伤 巨大的树木倒在路中间 直接将楼梯阻断 日本京都府通往世界文化遗产 清水寺的阶梯上 突然一颗百年垂直樱花 硬身倒下 一名男子被压在樱花树下 动弹不得 男子是62岁的高中教师 虽然很快就被救出 但还是因此重伤送医 所幸获救时意识依然清楚 由于当地是热门观光景点 即便清除作业很快结束 还是有不少民众受到影响 这位世界知名观光地的京都 深受游客喜爱的同时 也深受垃圾问题所苦 虽然当地已经设置了不少垃圾桶 但依然无法完全容纳 许多垃圾都满出来掉到地上 甚至有网友发现路上满街都是垃圾 不止不卫生 更影响市容 不过最让市府人员感到头痛的 其实是他们 乌鸦分工合作翻开垃圾寻找食物 进一步弄乱环境 弄得附近居民也不堪其扰 事实上不只是京都 日本各地也饱受乌鸦所苦 就连鸽子的鸟屎与叫声也令民众头痛 大阪市政府更是寄出罚则 禁止喂养野生鸽子与乌鸦 为了将面临约等于台币10万元的罚款 提醒民众到日本游玩时 千万不要随意喂食野生动物 记者张燕中和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来看到距离端午节 还有一个多月 零零的奚落农会已经开放 黄金米纵的预购限量六万颗 没有想到八点钟一开卖 半个小时就卖光了 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天电视 台中清洗音乐器 4月27 28日就在台中公园 要干吗? 有 Mojes 要干吗? 你要干吗? 要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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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干吗! 要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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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辣椅子 监洁 股票 愿 语 思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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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现场我们来看到的是台北的外汇市场新台币兑换美元中午10分暂时以32.548元兑换1美元作收 升值了4.5分 周二美股主要指数都是全数上涨的 台积电ADR上涨大约是2.84% 助攻台股在24号强劲反弹 台股指数重新回到2万点 睽違四天再减整数关卡 中场呢台股就是以2万0131.74点作收 上涨了532.46点 接下来带您快速掌握 今天台股还有雅股到目前为止的表现 距离端午节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在云林的西螺农会已经开放黄金米粽的预购 限量有6万颗 一年只卖这一次 没有想到上午8点钟一开卖 才半个小时就卖光了 至于林内农会则是推出了凤梨粽 今年预计要卖出5万颗 开卖之前抢先开放让小朋友来体验包粽 非常的有趣 黄金米五花肉花生叠加包进粽叶里 云林西螺黄金米粽一年一次端午限定贩售 上午8点才开卖半小时就卖光 今天订单量很多 我们点假日要再出来 没报备 农会员工保重手脚俐落 办公室里每个人夜眉闲着 一单十九 十三个月 除了应付电话订单 还有现场冲过来要预购的民众 我一百个 一百个 你一百个 你一百个 你昨年有订到吗 有啊 帮人家订的 都是帮人家订的就对了 电话打不通 林内农会也推出特色肉粽 凤梨成为主角 包进粽子里 外加芋头 猪肉 栗子 香菇和花生 包到粽叶快合不起来 料多满满 农会也抢在开卖前 开放让小朋友体验包粽 相当有趣 包到满这个 刚刚好 一颗粽两百克卖六十元 一印通膨 屋家涨比去年贵上五块 不过用的都是在地食材 今年预计冲上五万颗销量 端午吃粽 应景之余 农会也要好好行销 在地农产 记者 辆文宾 刘室涵 云林采访报导 好 接下来看到 这些都是浮夸的甜点 让人看了好心动 在台中有一间甜甜圈店 另用高温铁板炙烧甜甜圈 火光烈焰四射 表面砂糖瞬间 就成了苦脆的焦糖 而且内馅是卡士达酱 一咬还会爆浆 另外在西班牙 还有一种分子料理 轻飘飘的气泡竟然能吃 还加上了超巨大的草莓塔 堆叠十二层 草莓超过四十颗 高度有七十公分 充满视觉震撼 火光烈焰高温铁板炙烧甜甜圈 短短四秒钟 让表面成为苦脆焦糖 表面脆甜 剥开馅料 满满满爆浆焦糖卡士达 超浮夸火烧甜甜圈 用高温铁板搭配喷枪 将砂糖融化 形成外脆内软的冲突口感 炙烧过的 所以它就是会吃起来比较脆一点 然后里面是松软 然后再加上它的内鲜 甜蚂蚁最爱浮夸甜点 还有来自西班牙米其林料理 连气泡也能吃 轻飘飘的泡沫 一整团甚至能在空中飘 原来是用盐巴加上蜂蜜 灌氧气 形成的分子料理 网友说这口感像是吃了一口寂寞 这种泡沫状的甜点 在西班牙很受欢迎 气泡架在铁架上 像是云朵般飘飘然 搭配主餐增加绵密口感 除了满足口语 还有视觉震撼 超巨大草莓塔将12层草莓 逐一堆叠 加起来将近40颗 在脊上浓浓卡士达酱 足足有70公分高 酸酸甜甜 鲜品脑袋真实 来对地方了 樱花冰沙粉粉嫩嫩 还有绣球花冰淇淋 点缀花朵 瞬间少女星大喷发 另外韩国爆红的鸡蛋吐司 起司火腿外加玉米 最后用蛋皮包裹超厚一层 视觉味觉 双重享受 也让人吃尽 满满诚意 记得里面 并无鹏心 台中报道 旅游美食天堂 香港很多人都很喜欢吃 当地的街头美食 最近有一份网络大数据分析出 在港澳最受到欢迎的 十大街头美食 很多人喜欢吃的烧鸭 烧鹅是排在第二名 至于第三名的 则是咖喱鱼蛋 香港人光是一天 就要吃掉三百七十五万颗 不过第一名的美食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一块来看 以猪肉鲜沙为主的烧麦 除了是香港饮茶 最受欢迎的点心之一 也是一种食材多样的美食 街头小吃的烧麦 则以鱼肉为主 吃的时候加酱油 辣椒油等增添美味 我们用黄本鞋 黄本鞋的皮是黄色的 因为我们都是鱼来的 你看到 不会说很白 很白了 香港人爱吃烧麦 脸书更有烧麦关注组 网路上烧麦相关短片 更常多达百万点月 网路温度计 以港澳地区两万个网站的 大数据分析 烧麦成为香港逼吃 街头美食榜的第一 烧麦在网路热度 高达六万六千分 大幅领先五万三千分 第二位的烧味叉烧 其实香港人对烧味的 忠情度也是很高的 曾经有统计指 平均每四天就会吃一次烧味 而不少游客到香港 也爱吃烧鹅 而第三位的是鱼蛋 干领鱼蛋 几乎到处都可以吃到 香港人一天吃掉 三百七十五万颗鱼蛋 而供应香港六成鱼蛋的店家 每天连同海外烧量 更高达一千五百万颗 以上是注入香港记者 李静华的报道 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来看到 在大陆的江西望仙谷垂直的 峡谷峭壁上 古色古香的房子 绝美的景色被称为是 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 而这里是有一位富豪 花费新台币117亿元所打造的 字幕志愿者 李静卿 现在是我们最热闹的地方 这里呢就是这个台湾 可以说是到你最出名的台东池上山 你说话应该这样 麦克罗丘争最初以后 除了你以外 这个全世界很远位 全世界很远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夜之夜 下来的新火 我们就要一代一代的故好 四月份亚洲新心情 本月份狮子座的朋友们 工作忙碌又觉得不稳定 所以前途偶尔感到茫然 要是组团队的话 记得要顺手伴伴 回到现场我们来看到 日本有很多的住户 都会在门口的缝隙 放一整排装水的宝特瓶 网友看了之后好奇发问 有什么特殊的用意呢 原来这是日本民间流传的妙招 传闻猫咪会怕水瓶折射出来的光线 很多人会在门口 放整排装水的宝特瓶 防止野猫跑到院子里头 根据了解 一开始确实有效 但是很快的猫咪就适应了 专家因此建议 可以改成在院子或是玄关 洒水 又或者是种植天竹葵 迷迭香等等 具有香气的植物 也能够达到效果 你有想过其实仙境真的存在吗 因为在大陆江西的望仙谷 垂直的峡谷峭壁上 全部都是古色古香的房子 绝美的景色 又被称为是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 原来这个地方是一位富豪 花费了新台币117亿元所打造的 另外呢 位于温州的百丈记 飞流瀑布奔腾而下 也让人宛如一秒钟进入仙霞世界 山谷烟雾缭绕 仙气生腾 几乎垂直的峡谷峭壁上 关买古色古香的房子 这里就是江西的望仙谷 占地6平方公里 隐藏在山水间 又被称作为山谷里的清明上河图 推开窗户 气势磅礴的群山就在身边 高达110公尺的险峻悬崖上 盖买高地错落的建筑 黄墙黑瓦的房子 怪时临巡的溪流 仿佛是一路人间的神仙居所 悬崖瀑布环绕四周 自山顶流泻而下 与山色融为一体 每到春天百花盛放 粉色的牡丹 金黄的油菜花 将山谷点缀的闪闪发光 其实这里本来只是一个 普通的农村 后来一位坐好 好洒了117亿台币 花了五年才盖出这座市外桃园 明言不绝的清脆山巒 江西还有一个如梦似幻的仙境 名叫葛仙村 这里占地面积约15万平方公尺 清澈的池塘布满莲花 可以在上头泛舟与井里同游 再到半山药的湖边泳池游泳 等到晚上葛仙村升起营 或宛如人间仙境 挂壁瀑布从山顶奔流而下 大陆温州的百丈际瀑布 全长1200公尺 宽超过30公尺 犹如武侠小说的壮观场景重现 让许多人赞叹 来到这里仿佛进入了 金庸笔下的心小世界 记者张回综合报道 加拿大多伦多市樱花盛开了 当地的居民跟游客都好兴奋 而这些樱花树是1959年 日本政府赠送给当地的礼物 总共有2000颗 新闻最后就带你一块来看看 这个春意盎然的美丽画面 感谢你的收看 我们再会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